赵公明乃是结交外门大弟子 自天皇时期得到实力强横 他一出场就连败缠将五位上仙 打退汉乙真人 广成子 黄龙真人 举留孙 燃灯道人 手中金娇俭 更是先天灵宝 有两条骄龙所化 管你是大罗金仙 还是得到佛祖 都能轻易击杀 然而就是如此厉害的赵公明 却只被路鸭道人看了一眼 回应后 他就寄出钉头七件书 连败三七二十一日后 赵公明直接一命呜呼 显而易见 钉头七件歹毒至极 不仅能够咒杀大罗金仙 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既是如此 路鸭道人为何只用过一次 就没有再用第二次了呢 原来 钉头七件虽然威力惊人 但却有一个致命缺陷 钉头七件的原型 就是乌骨之术 以草人代替受害者 降投施法 此招数虽然能杀人于无形 但也要付出自己的一身器运 毕竟是歹毒之咒 又为天术 用一次损伤器运 二次则祸及自身 路鸭道人身为得道真仙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才不敢用第二次